上海市博会开幕以来最让民众感到哀怨的就是大排长龙 不过这几天参观的人数已经火速减少 热门馆等待的时间已经不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上海市博局说这个排队时间缩短 是因为民众有做功课的关系 市博开张还没满一星期 老州内股冲冲冲的火热已经迅速消退 5号人数不到10万 6号虽然多一点 但离日平均要将近40万人次的预期真的是差很大 排队还是有但人潮迅速排解 不过市博局不说人客变少 把这归功于民众又做功课 波兰 法国 然后瑞士三个馆了现在 背看一个人气中等的阿拉伯馆 得排队四小时给吓到 当局说参观民众自拧一套看展策略 以便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最多馆 我们就是这样边转着看哪里比较合适 我们就进去 就像中国的贫富差距 市博各馆人气冷热也很极端 南韩馆冷清到一个人影也难见 热门的日本和中国馆 因为改采预约制就算要排队 也不至于排到能咖 排队人龙明显缩水 连老外也感受到 只是光靠民众动脑筋就能消化人潮吗 市博局坚持人气没退 强调很多游客在市博展棋后半段才会来 售出门票加上免费赠送上海市民的 潜在参观人数应该有四千万 担心届时又几成一团做得不够漂亮 女士新闻组合报道